不过讲到这个观光课来台湾必有的景点就是台北101了 紧接着我们的发现科学单元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湾师范大学地科系以及中研院地科所的最新研究 分析台北101大楼的连续震动记录 发现在早上9点钟到晚上9点的时候 人流较多的时候造成的震动幅度也比较大 推估是跟机房运作有关 而另外来看到的是 当温度越高震动频率也越高 而风速越高震动频率则是越低 这项研究成果荣登国际学术期刊 有助于未来针对其他建筑物进行更详细的健康检测 台北101大楼的风阻尼器前后左右摇晃 过去只要碰到台风地震都会产生震动 但根据台湾师范大学地科系及中研院地科所的最新研究发现 温度风速跟人流也是影响101大楼政府的三大关键原因 人流的话是算是比较新的发现 人流比较多这个时候 101这个荒荡程度似乎是比较大 推测是觉得说它很有可能跟里面的机房运作是有关的 那它冷气器当然不像我们家用中的冷气 它一定很大一台 人比较多的时候 它的这个机器的运作量当然就是会比较大 研究团队利用在台北101大楼里90楼的地震仪 在2014年的连续震动记录中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 人类活动较活跃的时段 这时主频震幅也比较大 因此判断人流可能造成建物震幅大 另外跟气压和湿度有高度相关的温度及风速 也跟101大楼对应的六个主频频率中 其中的频移震动频率分量有高度相关 温度越高振动频率则越高 但如果风速越高振动频率反而比较低 风在推动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在建筑物里面会造成很微小的裂隙 性质一旦改变的话 它就会改变这整个筷子 它振动的方式跟它振动的大小 那你温度升高的时候 你假设它加热 它的这个软硬度就会受影响 那当然就会影响它这个晃动的这个程度 跟它主要的这个频率 这项研究成果荣登国际期刊跟封面研究参数 也将作为综合指标 有助于针对其他建筑物进行更详细的健康监测跟检查 记者李岁于林宇台北采访报道